了解孩子是养育的起点 看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我是爱卿 和您一起来探讨养儿育女的议题 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的是 孩子不喜欢看到父母吵架 人与人之间相处难免会发生不和 有的时候也会有冲突 其实父母之间有时候吵架 或者有意见不同 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为什么孩子不喜欢看到父母吵架呢 因为对他们而言 他们会开始很害怕 他们担心 如果父母亲不要我了怎么办 父母亲可能会想 孩子会想这么多吗 其实真的会 因为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尤其他年纪很小的时候 他的安全感 他的存在感 他的价值感 来自于他跟父母的关系 而父母之间的关系 就好像一面镜子 在告诉他你的形象是什么 可能父母亲会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抽象 那么我就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 心理学家Albert Bandura 他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叫做仿效的一个理论 就是说他们发现小孩子 如果让他看一些暴力的行为的时候 孩子他就会学 他甚至于会产生更多的暴力的行为出现 这个就反映出来 如果父母亲在家里面常常争吵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言辞上比较粗暴了 或者是说在动作上有很多的肢体的一种伤害 孩子他就会效仿父母 那么效仿的结果呢 可能他不会打父母 他也不会兄弟之间互相打架 他可能在学校里面成为一个霸凌别人的人 所以当孩子不喜欢看到父母吵架的时候 父母亲就要想那我要怎么办呢 那么我给父母亲一个建议 就是如果你们知道有的时候会有争吵 也是难免的 那么你们就约定好一个争吵的一个停损点 也就是两个人约好一个暗号 如果你们发现自己在没有办法 在一个掌握的情况之下 继续在争吵的时候 你们就有个暗号 可能是说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你就晓得这是一个暗号了 那么两个人就可以先暂停一下 并不是说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假象 好像爸爸妈妈从来不吵架 好像是相敬如兵 可是事实上那个兵就变成很冰冷 孩子一样会感觉得到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提醒父母亲 如果说你的孩子 他看到父母亲吵架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他会成为一个全A的学生 他会成绩非常的好 因为他会认为父母亲吵架都是因为我的缘故 如果我可以做个救火队员 我可以让爸爸妈妈看到我的好成绩单 通常他们的脸上是会有笑容的 他就会以为我成绩好 爸爸妈妈就会很开心 他们就不会吵架了 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呢 就是孩子在父母亲他们在争吵的时候 他就会想 好了你们吵你们的 反正我就巴不得赶快长大 等我长大之后我就可以离开你们 所以对父母的态度就会失去尊重 甚至于他可能放学回家就把门关了 父母亲认为问题是孩子不懂礼貌 不愿意跟父母亲有一些沟通啊 交流什么的 可是事实上孩子可能要跟父母亲说的是 你知不知道我很讨厌你们吵架 我很讨厌你们 因为你们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我不想告诉我的同学 我的家是个什么情况 他也不愿意同学来到他的家里面 因为他觉得父母亲好像成为他的羞耻一样 但是父母亲 你有父母亲的困难 因为你会认为 你是不是知道夫妻之间相处是很难的 我的先生是刚愎自用 我的妻子每天就是唠叨 要我做这个做那个的 再加上一些姻亲的关系都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我也建议父母亲 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两个人之间关系有很多的困扰 那么有的时候寻找专业的协助也是非常的重要 至少孩子会看到爸爸妈妈 想要来解决家庭当中的这个困扰 那么当你在寻找专业的资商的时候 那么因为很多人对资商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那我就要提醒父母亲的是 其实资商本身不是马上就可以解决 你们两个人所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 比如说两个人花钱的观念不一样 对小孩的教养的理念不一样 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快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他可以来帮助你看到 到底你为什么很容易对一些事情很容易被触怒 一下子你就会跳脚了 到底我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我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俩都很爱孩子啊 我们俩也很希望有一个和谐快乐的家庭啊 可是就是做不到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去找一些资商专家 跟他们聊一聊 把你心里面的压力释放出来 可能你也担心家里的未来啊 可能你对于自己的事业的发展 你有很多的疑惑 因此你在互动的时候 因为小孩子可能因为成绩不好 你就忽然责怪对方 他没有好好的管教 所以这种彼此的指责 推卸责任就会在关系当中出现 而孩子每一次听到 跟他们有关的讯息 他都会想都是我造成父母亲吵架 他就会就是说产生一个不必要的自责 然后他有很多的挫折 可能就发泄在他跟朋友之间相处 或在学习的表现上面 所以我在这里建议父母亲 如果说你们之间的关系 遇到了很多的瓶颈跟困扰的时候 不要犹豫 寻找帮助 会对于你的孩子未来的发展 也是个很好的祝福